欢迎收看三哥哥说球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 WTT常规挑战在太原战的颁奖典礼 女子双打的颁奖典礼 获得亚军的是陈兴桐和王毅迪 这两位运动员也是国拼的4号和5号 也是比较有实力的两位辽宁籍的姐妹华 今天表现也是非常的强眼 能够获得亚军也是十字名位 就是有点遗憾 没有赢下凯曼和陈毅 凯曼和陈毅是属于 凯曼是古国平接班人 他和林斯东俩都有可能成为 以后国平调大梁 陈毅是后期之休 之前没有太多的机会 好了 这个亚军的奖杯 给了陈毅和大敌 陈毅和大敌今天也是 本身打的时候就不高兴了 今天半奖典礼上也没有太多笑容 正常今天就是感觉不甘心 他俩还有比赛 中间隔一场男双 然后女单的决赛就就在他俩上升了 他俩肯定有一个冠军了 下面出场的是国平新兴 未来接班人凯曼和陈毅 他俩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移谋 好的 凯曼和陈毅 出场了 陈毅的个头 挺高啊 陈毅得有一米七度 凯曼也得有一米六五左右 一米六六五那样 他的一米七度 陈毅这么高啊 好的 为凯曼和陈毅 班人发冠军的角妹 他俩夺冠的 时候不躲 这次也是他俩 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刘国良心里 肯定会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 虽然说现在不用他俩 以后国平成长成长 把这批老队员一成 这批顶上队员变老队员以后 他俩就有机会了 属于这样运动就是好 像大头以前就是 呃 大头以前马龙 现在马龙 成为哎呀 所有的运动员和 呃 快半今天挺开心 和颁奖加币 和也留见 这场比赛也是 呃 第一个我们看着也是眼神异亮 国平有这个新兴觉醒啊 这对我们国平来说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不能哪次都是 谁有啥呀 什么 王范玉他们都关那也没啥意思啊 偶尔出来一点新兴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还是 呃 看着也是非常的激动 开心 呃 看看冠军专手是个 亚军下场 两个人 拍照 最后 呃 展示一下自己想被 然后拍照 最后 两个人就会 这次的混双的比赛就没了 嗯 太阳难就结束了 哈哈 陈毅也是真开心啊 找一下 陈毅的身高真是真高 从老没照好 难说决赛的支持马龙 因为他是爱赛 那没毛病 那没毛病 必须支持马龙 那没毛病 那没毛病